历秋后宁愿不吃肉也要多吃丝瓜 里面放入一勺面粉 我今天教你一个从没吃过的神仙吃法 不蒸不炸也不炒 出锅邻居都过来抢着吃 做法简单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今天从后院的树上摘了两根漂亮的丝瓜 它的营养虽然丰富 但是很多孩子们都不喜欢吃 我今天做的这一款美食 出锅就连家里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 然后把丝瓜的外皮削掉不要 削好之后切去丝瓜的两头 改刀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最后再将它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放到我家祖川的大碗里面 往里面放入两勺普通面粉 再打入三个新鲜的鸡蛋 先用筷子充分的把面粉和鸡蛋拌均匀 下面调味的时候 放入适量的食用盐 一勺难得调味料 一勺鸡精 放入我们切好的胡萝卜丁 还有洋葱丁增加营养 如果感觉太粗的话 可以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它充分的炒拌均匀 最后调成是这个状态 像这样就可以 下面准备一个电饼档 预热喷入一层食用油 挖一勺我们调好的丝瓜鸡蛋面糊 放进来用勺子 再把它整理成一个小圆饼 盖上盖子煎两分钟 时间到了把盖子打开 把这个丝瓜小饼翻到另一面 哇 底部金黄太棒了 盖上盖子煎两分钟 中途翻一次面 把两面煎至金黄就熟了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大家看一下 用铲子按压立马回弹 像这样就熟了 这里强烈推荐一下 买快的丝瓜 别直接炒着吃了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特别适合家里的老人吃 就连我家挑食的孩子 吃一次也点名要着吃 把剩下的丝瓜糊 一次给它煎完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出锅 简单还省时 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饼趁热吃 两面酥脆 凉了也特别的柔软 里面有一股浓浓的丝瓜清香 再加上鸡蛋的香味 温着就让人胃口打开 里面添加了胡萝卜洋葱 营养搭配均衡 喜欢的朋友 你也收藏起来试试这个做法 绝对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 丝瓜的做法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咱们下个视频